雙方的失誤控制的還OK 就是在防守方面 由於施壓跟收縮防守做的都不錯 所以外線的舞台又是個失誤 你看 犯錯喔 你第一連冰翼喔 犯了一個大錯誤喔 而且陳范很快就認為 這是一個違反運動精神的犯規 連冰翼掉球之後順勢把對方給拉住了 你看 直接把他扯住了 直接把對方扯住了 對 所以按照規則就是拔兩次呢 還要來拔線球 拔有球球 哇 這送分題不要 送分題沒有把握住了 考試最怕 送分題給你 你還不要 而且已經連散落不進 沒錯 還好 想到一中不至於空手而回 還有邊線球 這罰兩個球還可以擁有邊線球喔 真的是營養學分喔 不要犯規 由於施壓下去休息 這個球出手 短了 籃板球在強中手上 封振愷再上來 封振愷再上來 封振愷一個大轉身 喔 好球喔 現在要給了真平腹 這個球打得真是漂亮喔 後場的拳做突破之後 底線的場人來做接應喔 一個非常棒的小組搭配 是 所以封振愷的切入喔 他可以開喔 他可以去創造這個得分的能力 這個難度在於他轉身之後 還能夠找到隊友真的不容易喔 四十五比四十三 強述目前兩分領先 等到比賽還有七分五十秒左右 徐鋼毅 不走不進 藍五拿到 哇 許進豪要慢下來 他在幹什麼 許進豪這個球真的蠻幸運喔 一個打三個 真的我不知道他突破幹嘛 裁判上一舊了啊 我們再看一隻豐振愷 突破之後你看 還可以找到一個底線的隊友 真平腹喔 是 非常漂亮的組合 歐肥 游秉均現在下去 應該只是單純一個體能上跳 大概只有一兩分鐘喔 至少在五六分鐘的時候 教練還會把他送上來喔 許得給到底線 底線的三分球 有有有有有 今天喔 兩隊的外線喔 講比較誇張一點 我感覺到球員都有閃光了 把藍框看錯了 但這開玩笑的啦 這開玩笑的 他有一句大陸裡面說話 這叫打鐵 打鐵的打鐵 把藍框都快打壞了 剛剛烏正衛是連藍框都沒打壞 然後會這樣講喔 是因為前面只有看到一個新聞 服務員呢 蔡俊明和鐵號 就說 之前投籃不準的 是因為有閃光 然後他們跟那個 異業河過之後 已經已經廠商異業河過之後 但是找到籃球準心了 沒有錯 是蔡文誠跟簡浩 那天我在 我問了簡浩 簡浩 你有近視嗎 他說我三分球那麼準 當然沒有問題 蔡文誠頭部準是因為他的近視太深了 有閃光 他在那裡 欸 現在 現在站很遠 我很稱職的代言人喔 巧妙連結 不過簡浩真的太可愛了 道格真的很有趣的球員 他在中華隊也會搞笑 在樸園也喜歡搞笑 四十五比四十三 強數目前兩分離線 還有六分五十八秒 這場比賽結束 欸 真頂部的犯規 這個尺度一致喔 因為之前這樣的一個身體對抗 裁判是吹的犯規 所以這個球真的 真頂部也不用抗議喔 喔 你看 還是推擠的犯規喔 對 他在防守的位置上 還是慢的半拍喔 第四次犯規喔 你先發進來 這個就出手 還是不進 空檔也不是沒有 那就是命中率低 我們的球員真的 投籃的能力跟穩定性 真的都太緊 各隊都贏啦 有啦 除了能人之外 藍底下出手沒有進 在做籃板 徐防疫打進去 這個時候出手還是沒有 危險 危險 哈哈哈哈 台灣給的是強述的犯規 對 這是一個秦明慶在推擠的犯規喔 哇 秦明慶又四次了 也是第四次犯規喔 我們再看一次喔 秦明慶這個球喔 跟吳振威兩個人 喔 不是 曾柏玉 當然秦明慶這個球 也比較冤枉一些啦 因為對方的重心不偽靠他身上 而且很重要一點 秦明慶比較聰明 你那個位置是個不利的位置 對方卡位卡得非常扎實 你在後端的話 跟他有太多的糾葛 最被吹犯規的就是你 所以這種球 當你處於一個比較不好的位置的時候 你寧可放掉 不需要做積極的卡位 對 而且這種球 如果你放掉有可能 那個球會變成long rebound 你還撿得到球喔 小心喔 千萬不要 連兩場都午飯畢業 所以秦明慶還是要打得更聰明一點 昨天就已經午飯畢業了 那球隊也受到一些傷害 6分20秒這場比賽結束 這是我們今天為他直播的最早比賽 又強述對南湖 這個球收球 球掉 敢再救回來 但是已經突見了 這就是吳振威的問題喔 他往往一定是切到撞搶之後 才想要來處理球 像這種球 對 已經來不及了 他才要來做最後的處理 這球交給他一下 秦明慶 秦明慶轉身 然後 綜藝章拿得真漂亮 又聰明喔 是 就是綜藝章放到得分機會 不過也可以看得出來 秦明慶 他在第一波進攻的時候 多少也有一點點猶豫喔 因為 怕太過於積極而被吹進攻犯規 沒錯 這個球沒有買到犯規喔 真的很可惜喔 沒錯 歐肥又上來了 還有5分40秒 跟球評預測的時間 大致上很適合 這個球真的沒放進喔 李俊明 對 失敗 已經是一個 完全的機會了 其實強速也可以考慮 把真平複再送上來 反正都已經4次了 最後5分40秒 不需要保留太久 再休息一兩分鐘 我覺得差平衡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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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必須是獲取找 得分的機會 今天難加油 來冰 visualization太低了吧 外線道來冰 arkadaşlar太低了吧 超炭 抓住 那種 會 所以犯規次數已經是來到四次 他這個投籃真的問題蠻大的 我們還是要好好訓練一下 他的投籃真的從出手跟他的姿勢 就已經出現問題了 所以你看他的把握性真的很差 對 現在放風箏很重要 你不知道風箏往哪裡打 我很確定他的投籃比阿娃還要麻煩 這個風箏不知道放到哪裡去 阿娃至少他的動作跟節奏 基本動作跟出手的節奏是正確的 但烏正輝這個節奏都亂掉了 這就切入風箏凱 先倒了犯規 這個犯規是缺在 台湾高中 徐均豪身上 團隊的第三分他各有第二反 敏露 敏露 換一下前面去 在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我們下一個直播節目呢 將是今晚的《未來體育新聞》 今天國內外體育體壇呢 發生什麼大小事呢 我們就可以鎖定《未來體育新聞》 這個傳球被南武給操走 南武落四分還有五分中整 進攻犯規 在打得這麼激烈的情況下 把裁判隊任何一個小動作都能放過 所以我剛剛才提到 雙方的拳都必須要減少犯錯 這種球 很輕鬆的球 也不是那麼嚴重 但是你被裁判抓到 球權馬上轉換 而且目前南武 他還落後四分喔 所以對整個士氣 還有球員的信心上 還是會出現一些打擊喔 沒錯 教練把他徐均豪給換下去冷靜一下 他還想開後門 但是已經被對方給 Ready Defense 這個球很有趣喔 其實反應還算是快 非常快喔 高中球員真的滿厲害的 快喔 體能條件真的太好 195公分 還有這樣的體能跟爆發力 四分半鐘 這個球球給他徐均豪 歐肥 又一個 歐肥今天因為南湖的籃框是連線 真的 這籃框是他癢的 今天九頭八中 只有一個壁死而已 墨菲昨天凌晨三點 歐肥有來練習 有可能喔 媽媽帶著他 來燒香拜拜啊 這籃框真的就像他癢的一樣 對 今天九四出手 只迷死掉一個球 這就在給中間 歐肥拿到 給出歪 鄭柏玉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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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四十秒左右這場比賽結束 這個球危險 送到對方手上 前面很快 雖然投籃有點問題 但是上籃就沒問題了 你要比跑百米的話 我想烏正惠大概是 正目前場上十個人裡面的第一名 他的爆發力跟速度是非常出色 這個球強速有點危險 差點掉 倒在地上把球救回來有點驚險 要看一下時間喔 因為進攻時間剩下六秒 高中鋒做雙檔 擋拆 哇 麻煩了 走步了 即使反應已經很快了 在剩下八秒的時候 高中鋒雙檔 雙檔想去做擋拆 但是沒有成功 在整個節奏方面喔 真的 強速高中鋒還是出現問題喔 吳正惠這個球喔 真的 兩步之後就擺脫了兩名追兵喔 對 他的速度真的是很可怕 別忘了這是兩個 而且夠聰明 而且夠聰明 昨天比賽他還打得上場出色 拿了十三分 是全隊唯一得到雙位數的球員 這關鍵兩罰 幾球打進 現在到目前為止呢 又是十一分六籃板 三助攻還有兩超級 很全面 非常全能的演出喔 而且兩罰都罰得進 再度站著平手 還要2分07秒 這球交給尤比君 尤比君在球邊放進 強出了進攻 給李仙 李仙這邊做出空檔 還有 籃板球被尤比君拿到 這球出手成分 曾伯玉這球出手成分 曾伯玉這球出力的聰明喔 籃下有長人 也就勇敢的出手 抓進攻他籃板喔 對 籃板有見 你今天撞上去很可能 第一個造成自己失誤 或者是呢 對方犯規 你划不來喔 好1分42秒 現在是強述 廖昆龍教練喊暫停 我們再來看這個球的處理 這是比較聰明的打法 李俊明就在籃底下 所以這個球 他還是積極的擦板得分喔 也對自己很有心情 我剛剛講那個25之大喔 好我們來聽聽看兩隊教練 他先發進來 發進來 一張 傑民進 洪如 讓洪如來 注意喔 洪如這邊 他如果王者在前 一張 好 你要看喔 他前面見 你就趕快下擋 洪如出來 好 擋到馬上 欸 好 這邊沒有 領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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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領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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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巧樹這波進攻 沒有 他先走出 阿洛真的太緊張了 他連畫這個戰術板 都講了 有一點猶豫 有一點猶豫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點 在低位 他要中鋒先卡位要求 或者是利用中鋒來幫 矮小的拳做一個掩護處來做接應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因為目前南湖在前防守會非常的多 所以他要提醒他 如果對方在前防守 你怎麼來擺脫對方 來做一個比較好的接應 翔樹還有機會喔 1分40秒 這場比賽最終100秒鐘的時間 才兩分的差距喔 這場比賽就像 不是龜兔賽跑 是兩隻烏龜賽賽跑 看誰最後只夾終點 一般給了犯規 哇 很可惜喔 秦明清認為這個球 他應該是有競爭N1機會的 這個play喔 我們只能說打得非常的漂亮 防守呢 也不差 其實歐菲你看他防守 真的也不算太差 而秦明清的腳步 跟他積極我覺得腳步 也打得非常好 關鍵的兩閥 第一閥閥進 第二閥沒有閥進 不過籃板球拉到 來 犯規 哇 劉秉均 在 應該算20秒鐘不到 連續被吹兩個犯規 這個球就是卡位喔 隊友的卡位並沒有卡好 對 所以讓對方從外面 進出外圍 衝進來抓下的進攻籃板 是 很傷好 這就是獻歐肥於不義 上速的罰球 十號的吳鴻爐 八九真的靠自己了 這個 在場上很公平的這一刻 教練和你的隊友 都無法幫你 如果能幫的話 獨愛哈威爾也不會這樣 兩發一中 五十一比五十一還有一分二十八秒 這道比賽結束 哈威爾大概克服的南瓜嘛 有三倍大 吳鎮薇 先往中間送 游比軍 觀察一下 對手走位 看他被抽走 多久給進來 對 國初接完 接過時間時間六秒 看廖彥之教練 應該沒有要為這六秒鐘 喊一個暫停 當然 有些暫停 你可能要放到後面才能用 但是這六秒鐘 其實教練或板凳區的球員隊友 要提醒場上的球員 還剩下六秒的進攻 萬一控球員真的忘記了 還剩下六秒的話 曾柏玉這球給出來 要投了也沒有時間了 郭北不進 過籃板球被南湖再拿到 曾柏玉這個球處理得很聰明 是 重新再來過 對 沒機會再帶出來 林明義再交給曾柏玉 曾柏玉切入 又收球中 拋球 拋進 拋出來之後在誰手上 恐怕是 這個球催錯了 這個球應該是南湖的球 這個球應該是南湖的球 兩個裁判現在可能要做個meeting 這個球是南湖的球 沒錯 因為這個球非常的明顯 是強勢了白色球 一個球員拋出去了 對 我曾柏玉也很快去做了更正 我們再來看一下 應該在這一排 對 就是這一排把它排出去 六號的拳把它排出去 對 六號應該是林哲玉 我曾柏玉很快做出了修正 這次可以立刻做修正 還有四十五點二秒 目前兩隊五十一比五十一 贊成平手 這次可以立刻做修正 還有四十五點二秒 目前兩隊五十一比五十一 贊成平手 你再走 走 給俊明 俊明 打這個球 下有幾秒 他有二十四秒 他有二十四秒 不行就慢 懂嗎 因為現在平手 還是可以得分 聽到沒有 我們現在犯規 他現在一大四小 一大四小 你一手取綁一 對 其他人幫忙收小一點 口外現在卡位籃板 球竟OK 可以吐 這樣有沒有問題 什麼問題 講出來 第三個就看 邀運之教練呢 他是從東山高中體系下 這個人 大家應該常常聽到 什麼廣系體系 體系下出來的教練 所以 他是等於是 黃萬榮教練 體系下出來的教練 當然現在 阿姨 邀運之教練 也肯定是 很獨當的練 過去這三四年 南虎 慢慢的打出 他們的口碑 夾手 這一波的攻擊 南虎很清楚 還是要打內線 李俊明這個點 所以不管 他內外線 怎麼空手的掩護 擋拆有做幾次 其實最關鍵 就是要把球 往內線低位 塞給李俊明 看能不能往內線去做攻擊 這球進來了 告成犯規 裁判指的是 曾品婦 李俊明 造成了曾品婦的犯規 曾品婦 裁判畢業 要來幫忙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阿這個下手 下得不好 阿寧可站在那天就好了 不要下手 李俊明也顯得相當興奮 因為他把對方 一個男產角色給打下去 我還是要趕快 靠下來 因為這兩發才關鍵 第一球伐心 這位爸爸要注意 這位爸爸要注意 這位比較像之前 飯楼場上有一個位 要接界外球 把小孩給掏出去 這樣就不好 他老婆氣壞了 一路盪著他 唉唷耶 小心耶 兩發都伐心 他說我女兒是競技的阿拉隊 沒有放棄 不過還是小心啦 不要樂及神飛 這不能開玩笑 這不能開玩笑 南虎五三五一領先 比賽很緊張 那強速進攻 強速也還有機會 先交給秦明慶 秦明慶在觀察 隊友的動位 終一張 很口氣的出來 出手不見秦明慶抓籃板 那是犯規了 這犯規應該是吹在 南虎的身上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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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想要考驗秦明慶的馬球 對 腳步高中的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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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找南虎的球迷人 不斷用腳步在扶動 那裡人會上映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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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球 好強喔 黑球如果再伐進的話 南虎應該會要求一次散場 也伐進 喔喔 很穩喔 秦明慶前面兩伐不進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伐進就可以了 53比53 現在雙方平手 時間還是要24.1秒 秦明慶也顯得相當興奮喔 因為他當然自己也了解到 絕對了解到這兩條的重要性 而且對強速來說 今天 明天 後天 每一場比賽他們都輸不得喔 如果他們想打進四強的話 今天這個比賽一定要贏下來 當然對南虎來講也是一樣 即使南虎已經拿著兩勝了 但是他們能夠取得三勝的話 那麼對明後天的比賽的信心跟士氣 會帶來比較大的影響 對 而且這場比賽如果強速是贏南虎的比賽 那就會變成了南虎三比強速 五 三對都是兩勝三敗 那現在有五勝的能人 四勝的信勇和三勝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看教練 預備 夠了對不對 好 到這裡來 我 誰 鄭薇 鄭薇 好 好 美好打 小黑給小黑接手 小黑接到球 全部人都拉開 拉開 明明穿到這裡來 全部拉開 二十四秒 最後 最二十四秒 最後 最後 六秒 四秒 六秒 六秒 齊仿易守誰 曾平步守的人出來做一十萬 憲民來一十萬 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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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發動攻擊 那前提是不能發生失誤 沒錯 好 那接引的這個點 按照戰術的行程是做得很成功的 所以教練的期待是六秒鐘才發動進攻 投不進至少就是利於不敗之地 嚴強敗 好 這球給出來 李俊銘 李俊銘準備要打了 這球到哪裡 下出手 這球可以李俊銘打進了 強速還有暫停 強速還有暫停 但是台湖高中這邊板在席上顯得像中興奮 陷入到瘋狂的局面的這個球 其實強速高中也守得相當到位 但是被李俊銘不可思議地打進了 這是個零副角的插板 我們再看一次 已經沒有辦法了 李俊銘只好往內線去做一個突破 沒想到這個勾勢還是找到一個可以投進的角度 說實在 前面線也做到他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 沒有錯 我們來聽聽看現場的聲音 哇 現場的這個聲音真的相當興奮 這種球就是喔 防守100分 但是呢 進攻110分喔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啊 好 來看看強速的最後一擊 好 來看看強速的最後一擊 好 那十分球 重新陣容的三分球還可以到目前為止取得兩分領先 你可以 哈密先立 1 2 3 4 你看有說4.5秒前強球 這絕對是有足夠的進攻機會 非常足夠喔 而且4.5秒 除了還可以做一次掩護之外 甚至還可以多一次的傳球 所以呢 對強速來說 這個球應該 來第一個 應該會發到綜藝章分場 讓綜藝章來做最後處理 如果球沒有辦法處理完的時候 看能不能塞給秦明慶 來內線做一個攻擊喔 照教練剛剛的講法 秦明慶應該是有接球機會 只是說 對手可能也會知道 會有些板子的過程 但是這種球 如果秦明慶跑到外圍來做接應的話 那給秦明慶 作用就 對 作用的話就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4.5秒 這個球給秦明慶 秦明慶 轉身 這個球在哪裡 將被夾住 出手 沒進 外門很成功 秦明慶被夾住了 在被夾住的情況下 等到他要看籃坡 出手就已經沒有機會了 這時候我們看到南無的球員 顯得相當興奮 他要衝到場上 又叫又跳 對於南無高中來講 贏得非常重要的第三勝 55比53 在驚套派浪之中 兩分贏球 南無高中拿到了這一勝之後 三勝兩敗 而強述高中分分下這一敗之後呢 這些戰盡的則是一勝四敗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五敗